那群里海上哥说的 说那个家里头主播 能11点直播的呀 就都11点直播 站好最后一班岗 上火吗 我这个我昨天我就请假了 我说海上哥 我这个我 我是我奶奶的情况 我说我可能我这两天 我够强能直播了 海上哥也特别好 说没事 你去好好照顾你的奶奶 我也很感谢海上哥 包括于一那个 昨天 本来都订好了票了 去这个大庆 参加那个鱼的婚礼 六七点钟的时候 我家里的一个姐姐跟我说的 说你快回来吧 说这个严重了 我当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还是 我研究来研究去 我说我是去不去鱼那人 我说本来也就在东北了 我说我不行我去吧 不在乎这一半天 我当时我开始这么想的 我说我奶奶不在乎这一半天 我说我去明天参加完了 我再抓紧时间回来 但是后来吧 我这人总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 内心里的作斗争 我一想 你说万 就是这种情况 万一我后悔了 我可怎么办呢 我就没招了 我就在订张票 我说于一 我也是研究半天 想半天 我跟于一说 因为特别不好意思 人结婚邀请到咱们来了 也是特别希望咱们能去的 然后研究来三四二去的 我说我于一 我说我可能构想能去了 但是我跟于一呢 说完这个情况 包括把我姐跟我这个聊天记录 给于一发 我姐于一也特别理解我 说那个大哥 你没事 你就就照顾你奶奶 完了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 是和我奶奶聊天的 他这样说的 那个奶奶你好好注意身体 就让我把这个录音 给我奶奶听 也是 挺感谢的吧 也是挺内容的 然后我在直播间里头 我再祝福这个 我的好兄弟于一啊 新鸿快乐 大家有这个票吧 给我刷点票